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去年12月首播陪伴我们到2月 不只收视节节攀升 讨论度也超高 没想到真的要和爱的破将说再见了 10日时爱的破将剧组宣布 将于本周结束6个月的拍摄 并于16日播放最后一集第16集 而中方宴则将于13日在首尔某处进行 希望观众敬请期待 演员与所有工作人员 从凉爽的齐天拍摄到寒冷的冬天 在杀青之际春天也已悄悄降临 真的辛苦剧组了 希望大家杀青后都能好好休息 爱的破将拍摄历时6个月 但其实日程相当聪促 剧组特地远赴瑞士取景 之后还到蒙古拍摄 虽然画面很美 但演员和工作人员既要适应时差 还得超时工作 相当辛苦 特别是在冬天零下低温拍摄 更加耗费体力 女主角孙艺珍在过年时还因为过劳送急诊治疗 短暂治疗后为了不影响拍摄进度 又立刻投入拍摄 让许多粉丝都表示心疼 根据韩媒报道 爱得破将的朴志恩作家已完成最后一集 第16集的剧本 并传达给了所有演员们 制作组特别要求演员和工作人员 禁止泄露最后一集的内容 希望能让观众们津津有味地观看最后的结局 也请观众一定要准时锁定播出 本周16日爱得破将即将迎来最后大结局 究竟正贺和势力能不能够圆满在一起 第五中队的北韩F5会何去何从 以及男二女二巨胜郡和徐丹能否开花结果 都有待揭晓 温馨提示 本周播出完结编后 想必网路上一定会热烈地讨论结局 不想被剧透的朋友们 一定要死守本放哦 面对即将在下周播出的大结局 不仅网友很急 就连爱得破将的剧组也非常着急 其实了解韩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韩剧一般都是边拍边播 爱得破将在前端时间甚至还出现了 编剧因为剧本没写完 剧集停播一周的情况 还被不少网友吐槽 编剧心可真大 所以剧组这两天也在着急着赶着大结局的拍摄任务 在网络上也流出了剧组在拍摄期间的照片 要知道现在的韩国室外温度也只有零下七八度左右 要在寒风中进行聚集的拍摄 可以说是很是辛苦了 前段时间韩国媒体还爆出孙一珍在拍摄期间 曾经因为疲劳过度而被送到医院 孙一珍的敬业程度也是让人敬佩 这部剧早在去年的八月份就已经开拍了 由于拍摄场景过多 剧组辗转国内外进行拍摄 所以在拍摄时间上就紧凑 有很多人都是刚看到最后的剧情没缓过来 突然看到这张照片 心情一下子就变好 女主要是没事 相信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以后 男主就更离不开女主 这下离好的结局也已经越来越近了 但也有不少网友对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进行了质疑 结局是好是坏 还得听编剧的安排了 随着大结局到来 最后两集全新的OST也完成录制 演唱者是在韩国较高人气的IU 也让人感叹这部剧班底阵容的豪华 一部好剧离不开演员的表现 剧集将做结尾 也要为演员们大大的点上一个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